主任 各位同學大家早安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各位對台灣的教育品質滿意的請舉手 對台灣教育的品質很滿意的 有一個 比例大概99%都不滿意 為什麼大家是有口皆罵台灣教育 在場有些可能以後也要當老師 我們要進入這個結構 是大家都在罵他的 各位以後當上老師之後 要想一個問題 大家都在罵這個台灣教育體制 可見它是一個很龐大的穩定的就有的結構 你進到這個舊系統裡面 大家都在追求分數追求考試追求排行 你可以堅持自己的理想不被改變嗎 我跟各位講非常困難 今天我的主題是 第一個部分我在談學士打 第二個我要談學士打 在這三年多來在台灣教育現場做了什麼東西 第一個 我從教書第一天開始 我就想要改變台灣的填鴉式教育 不是我有多了不起 而是我是在鄉下長大的小孩 以前我們在鄉下 國小讀了六年 我從來不知道考試之前是要看書的 雖然老師都在填鴉 但是我們放學之後 就一路玩完到國小畢業 上了國中之後 哇塞 每天都在小考 而且你不能不看書喔 老師會打你的喔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是到學校來念書 還是進監獄啊 各位發現好像八點路間服刑 五十分鐘放風十分鐘 然後好不然熬到四點五點放學了 以為出獄了沒有 只是假事而已 隔天還要再回來服刑 我人生最痛苦的六年 大概就是國中跟高中 所以我大學吃飯畢業之後 分發到台北市的新義國中 我第一天我就要改變台灣的填鴉式教育 因為以前我是受害者 但是我現在變成加害了 所以但是我那時候年輕有餘 熱情有餘 經驗能力嚴重不足 所以大概半年 我的班級就失控了 我給我最沉痛的打擊 就是我們班的第一名 火速的轉學到仁愛國中 我那時候就告訴自己 我以後一定要成功 所以兩年前吧 仁愛國中的校長 邀請我去他們學校演講 我二話不說 馬上就答應了 校長問我說 衛生老師 聽說你很難邀請 我說沒有 你們學校我一定要去 君子報仇 二十年不完 這二十年來 我遭遇了多少家長的質疑 學生的質疑 包括同事的質疑 大家認為我是錯的 因為整個填鴉當道 你想要堅持理想 非常非常的困難 我也遭遇了很多打擊 各位如果看到這三年來 好像學生打在台灣的教育浪潮 激起了一股浪潮 但是二十年的辛酸 大家沒有看到而已 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第一個 我認為台灣教育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的教室都被封閉起來 沒有一個老師可以輕易看到 另外一個老師上課的狀態 我第一年教書的時候 隔壁班 導師是一個資深的老師 他的學生教得很好 風氣也好 整潔也好 成績也很好 是一個數學老師 我那時候是一個年輕的 飽受挫折的老師 我就問他 老師 我可不可以進去你的教室 看你怎麼上課 你怎麼樣班級經營 你怎麼管理學生 他就在那邊支支吾吾 哎呀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啦 他說不好意思 是可以還是不可以 不可以 換句話說 我們的老師跟學生 他不但被鎖在教室裡面 學校裡面 他同時還孤立於教室當中 所以老師跟老師之間 互相沒有來往 最後只生產出成績 所以我常常講說 台灣的老師不要怪家長 只看成績 原因很簡單 家長看不到 小孩在學校的現場 長怎樣 所以最後只生產出成績單 你不叫他看成績 難道他看成績單裡面的國字嗎 所以你看 我在三年前做的台灣教育史上 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我把我的課表丟在網路上 隨時歡迎任何台灣一位老師 只要我有課 歡迎各位老師來到我的教室 看我上課 我保證讓大家看到 沒有一節課 不是高效益 高品質的教學現場 這三年多來 來了全世界五千多位老師 這就是我們要先打破的第一個 最重要的障礙 如果我們的教室打不開 受害的都是學生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教室見不得人 我常常講說 現在台灣有一種叫高級餐廳吧 會不會發現高級餐廳有個特徵 廚房是透明的 為什麼是透明 讓你看到裡面的廚師 穿著很乾淨 裡面沒有用黑心油 黑心食材 問題是我們的教育的現場 常常被封閉起來 就算我們的學生成績很好 但是他很有可能 用很糟糕的方式 把它弄出來 成績很好 所以當各位要打開 各位摸著良心想一想 如果以後有一天 各位當上老師之後 你有勇氣 隨時開放教室給人家看嗎 看了之後人家會感動嗎 感動之後他可以複製嗎 複製之後他能成功嗎 會發現他是一個又一個 所以我們在台灣的中小學 我們希望能夠打造出一種專業的形象 把老師的專業形象塑造出來 讓他們得到勇氣跟信心 當然開放教室沒有各位想像中那麼容易 第一個 你開放教室也不會有人來看 他為什麼要去看你上課呢 我一開始開放教室一個月沒有人來看 後來終於來了一個人 我問他說哪一個學校來 他還不肯告訴我 為什麼去看人家觀課好像很丟臉一樣 後來他看完之後他就跟我說 當老師我看了很感動 我是地球科學的 我看了都很感動 我可不可以找我的好朋友 他是國文科的 我就說好 結果隔天來的一個球籃課 整個滿臉繞腮 非常性格非常帥的一個國文老師 過完課之後呢 他就跟我說張老師 你這是一個後世看長的教學法 我心裡沒想說這個老師應該玩股票喔 用這麼專業的術語 結果呢 他就說張老師我看很感動 我可不可以把我們全校的國文老師帶過來 我就說好 所以第三次來的時候 就來了三十幾位老師 把教室擠得密密麻麻 後來他們就各自有各自的朋友 我們是這樣一步一腳印的 讓這些人通過口碑 進來這間教室來看 我們怎麼樣進行真正的教育現場改革 後來各位知道嗎 最早來的一批都是從哪裡來 台東 屏東 台南 高雄老師 早上坐低班飛機 坐低班高鐵 自掏腰包請試駕 飛到台北來觀客 我那時候當然一方面很感動 一方面又覺得不可能 所以我都還問一個很蠢的問題 我說老師 你等一下去台北哪裡玩 結果各位知道這些老師都回答什麼嗎 我說張老師 我關完課之後 馬上就要趕回去上第八節 只為了來觀課喔 你就知道台灣的教師 底層的基層教師 他有一種改革的能量 但是他找不到方向 現在好不容易 我們打造出一個方向方法 讓他可以往這個方向做 那我當時候在推學師檔的時候 我就想要把它變成是一個品牌 所以我就想了一個名字 就叫做學師檔 朗朗上口 而且我要考慮的是 台灣教育改革最怕的就是不能複製 假設他不能複製的話 那就是明星老師 打造一個又一個明星老師能成功 這樣不可能改變台灣的教育 還有 學師檔的難度比填壓教育還要高非常多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讓他的難度不斷的往下降 幫助越來越多老師能夠成功 再來 他會根據老師跟學生的程度 特質而有所改變 接下來我就要進入一個宣傳 我到時候就想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有自己的宣傳管道 而且我不依靠任何平面的媒體 電視媒體 所以各位注意看 我從來不接受任何電視的專訪 也不接受任何雜誌報紙的專訪 你在網路上看到的 在平面或者是電視上都看不到學師檔跟張輝晨 只看得到學師檔看不到我 這就是我的策略 我的策略很簡單 因為我的目標群很集中 我要改變台灣中小學老師 所以我不要把自己塑造成超級明星老師 我要做的事情是讓一個又一個老師 變成明星老師 我是他們背後最大的推手 所以我一定要有自己的宣傳管道 我的管道我就想一件事情 假設臉書可以讓阿拉伯產生革命 他一定可以讓台灣的教育產生一個巨大的改變 所以從三年多前我的臉書只有我一個人 還有我太太朋友 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每天寫學師檔翻轉大會報告 一寫寫了三年多 我要寫十年 換句話說我自己就是學師檔的記者 包括今天我來這裡演講 各位在我的臉書上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我把整個過程都會寫下來 再來各位如果要宣傳的話 假設我要進行一個社會運動的改革 我要很多能力 第一個我一定要寫作能力 不然我怎麼跟人家打比仗 我怎麼樣宣傳我的想法 而且你的口才能力要好 不然你怎麼宣揚你的理念 這些都是各位要想到的 所以我們做到了現在 我的臉書從三年多前只有一個人 現在包括我的朋友追蹤的人將近兩萬 我們成立了一個社群 學士檔社群 從小學到大學的老師 在這個社群裡面進行專業的對話 現在有三萬人 那就是說我們從一個個人的教育改革理念 你可以進到一個組織站 接下來你就會遇到很多的抉擇 有人要捐錢給你 你要不要收 你要變得很有名 你要不要變得很有名 這個就是你進到一個組織站 你必須面對的抉擇 我的想法很簡單 這個名跟地我都不要 因為我要的是這個教育的改變的實質 很多人問我說為什麼我要做十年 我第一波是要做十年 我給自己的目標 現在已經做到三年多了 因為我的小孩 十年之後剛好進國中 我希望他不要接受天涯式教育 接受比較好的教育 還有你在推廣的時候 有人會惡意攻擊你的 不是會你出來 我都還沒有讓自己變成超級明星的老師 我就已經要接受各種攻擊 包括網路上的攻擊 包括實質的檢舉的攻擊 如果你沒有這種堅強的生命力 你很快就會倒下去 不然就得憂鬱症 因為人家會整你 學士黨有十年的計畫 我讓各位看一看 我們現在進到第四年做了哪些事情 第一個這就是隨時開放教室 這是我們的教室現場 後面都是密密碼碼關課的人 包括這邊有一個摸字型 外面還有五十個人 隔著床戶在關課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堅持 因為我們 我認為現在我們看到什麼公開授課 公開演示 對我來講都是假的 因為那只有一次嘛 真正的公開關課 你知道有些人是怎麼 他來看一個月 來看你教完整的一個單元 每隔一個月來看一次 連續看一年兩年三年 這個才是真正的 我認為良好的真實的教育現場 第二個我在我的臉書上 每天寫學士打翻轉大會報告 誰來關課 關課之後他們寫了什麼樣的心得 誰開始翻轉 誰開始開放教室 這樣一步又一步的把這個能量不斷的累積 這是我們創立的學士打社群 現在將近有三萬四千個老師 學士打最重要 等一下各位可以看到 就我們設計了學士打的講義 這些講義非常的耗時間 也非常的耗腦力 所以我們就把做的講義 把它成立一個平台 把它通通放在一起 一開始是高中國文 變成國中國文 再來是國小國語 接下來又推廣到其他科 現在為止做學士打 沒有一科不能做學士打的 包括各位想像不到的 音樂科 美術科 軍訓科 文科 理科 電腦 都已經有老師在做學士打 我們現在做了三年多 全台灣有66間開放教室 香港有兩間 新加坡有10間 馬來西亞有10間 澳門有兩間 這三年多來我在全台灣 大概講了幾百場的演講 辦了非常多的工作方 從每一個學科 從小學到大學都有 這是我們創下一個特殊的紀錄 2014年9月28號這一天 葉老師也會來通師講座 台大葉秉承老師 這是我 我們在有一個教師姐這一天放 講來自全台灣的老師 就是犧牲假日來參加一整天的演習 早上是葉老師講三個小時 下午是講三個小時 最後一個座談 各位都沒辦法想像 台灣的教師底層有一股這麼巨大的能量 這是在南京的演講 我第一次到南京演講完之後 他們是來自全中國 講完之後就六個省邀請我到他們的省份去演講 我就跟他們說我現在主力在救台灣 還沒有空救中國 這是在山東的演講 他們希望我公開授課 所以馬上就公開授課給他們看 現在現場三四百位老師 這是在北京的演講 這是在澳門的演講 這是在香港的演講 這是在香港辦的工作坊 我八次到新加坡去訓練新加坡的老師 第一次去是六百位老師 然後我們在跟他們講學士大是什麼 然後感動了一個又一個老師之後 我們就開始跟新加坡合作 現在新加坡一個學校要全力變成 學士大學校 我是一次又一次去訓練他們老師 我現在在新加坡已經不用去演講 我是拿著所有的課表 一間一間的教室去看他們上課 給他們意見 讓他們順利的能夠讓老師 進入學士大學的教學狀況 這是在馬來西亞第一次辦的工作坊 這是在吉隆坡 這是在吉隆坡的昆城 這在冰城無所獨鐘 四百多位老師 這些禮拜五所學校全部都放假 來參加一整天的工作坊 這是在馬來西亞的一個漁村 這是在馬來西亞的新山 下個月我要再到北京還有文來去演講 也是去訓練他們當地的老師 回到一個核心 什麼是學士大 傳統的教學方式是老師講為主 學生學習是符是次要 學士大讓他開始整個關係對調 所以我們稱之為翻轉教學 翻轉老師教跟學的關係 我們開始強調讓學生要自學 讓學生可以思考 讓學生可以表達 這三個剛剛好是台灣最欠缺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圖 大家比較容易懂 你看這個是網路上一張很有名的圖 歐美人才的養成在學潛的時候 是學生活管理小學是探索環境 國中的時候是尋找夢想 到了高中的時候是生涯抉擇 大學的時候是食物能力的培養 台灣人才養成學潛到高中幾乎都在讀書考試 讀書考試讀書考試 到了大學哇 突然把所有外國16年應該做的事情 統統擠在這4年可以完成 好像台灣是台灣大學生 就各位啦 是全世界最忙碌的一群 但事實上 當台灣寄予這麼多厚望給各位的時候 很有可能各位不是這樣子的 這一張我認為比較接近台灣大學生的樣貌 你看我們的是什麼 幼兒園是才藝班 國小還是獨裁藝班 還沒有那麼快接受荼毒 到了國中跟高中各位有沒有發現 幾乎都在讀書考試讀書考試 上個大學之後 你不是要很認真的 把16年通通弄起來嗎 結果你看喔 大學生幾乎都在盡情的玩樂 所以我常常講說 台灣的教育用6年的填鴉式教育來荼毒中學生 台灣的大學生就用4年的玩樂來報復國家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惡性循環 這也不能怪你們喔 等一下會分析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原因很簡單喔 為什麼台灣的教育會變成填鴉當道 在我看來有幾個很大的遙遠的因素 西方工業革命以後 東方的知識 各位不要以為只有台灣在填鴉 日本也是填鴉大國 韓國也是填鴉大國 更不用講中國大陸了 為什麼原因都很簡單 因為西方工業革命以後 他們的工業知識 科學知識 突飛猛進大量的領先人 東方 所以我們要開始追西方 什麼東西最快 填鴉 填鴉最大的優點跟好處 就是可以加速學習 還有台灣絕大部分的亞洲都經歷過高壓強忍獨裁統治 所以各位想要看一下高壓強忍獨裁統治遺留在什麼地方嗎 歡迎到學校現場來看 各位看嗎 沒有發現上課的時候只有老師能講話 學生都閉嘴 而且老師講的話全部都是對的 這個結構很可怕的 再來 我也想要改變可不可以很難喔 因為大家都在填鴉 你不填鴉反而顯得你怪 所以我常講一句話 誰能夠改變填鴉教育 誰就可以拯救亞洲的教育 包括可以拯救日本跟韓國 然後各位在想一件事情 我們小孩沒有進學校之前 最寶貴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好奇心跟創造力嗎 你看我們的小孩 還沒有進學校之前 各位一定有這個經驗 很喜歡問爸爸媽媽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問到三個為什麼 父母親頭就會很痛 原因很簡單嗎 因為很容易超出父母親的知識疆域 你看我們好不容易盼到小孩進到小學了 結果老師第一件事情叫他什麼 閉嘴 我兒子一定會舉手 老師我想要問問題 不用問 老師等一下會告訴你全部的答案 我兒子一定會舉手說 老師我不想要知道這麼多答案 沒關係 老師會用小考協助你把它通通背下來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的教育的結構 然後就是這樣產生出來 所以我們小孩的好奇心 很快就會在學校裡面被摧毀殆盡 接下來小孩的創造力 也會在學校被摧毀殆盡 等一下我分析給各位聽 回到一個核心的問題了 為什麼當代的學生沒有學習動機 他很快失去了學習動機 二三十年前為什麼我們這一代很認真 因為我們都很普遍比較貧窮 我們需要通過讀書來翻身 各位知道嗎 以前我在讀師大的時候 師大是第一志願 我們的分數比台大還要更高 因為我們 我們那時候念師大一個特徵 大家都比窮 因為我們都很窮 我們要考上師大 然後變成老師 改變了我們的社會階級 但是各位想一想 當代的小孩 台灣的社會普遍比較富裕 他不太需要透過讀書來翻身 他只希望他在上課睡覺的時候 老師不要吵他 他還要翻身 很麻煩 來了 當代社會請各位想一件事情 有哪一件事情比讀書無聊 有哪一件事情比讀書痛苦 所以我常常跟台灣老師講一件事情 我們的小孩不愛看書 就意味著他是一個心智健康 而良好的小孩 沒有一個人會把無聊跟痛苦的事情拿來折磨自己 所以越 我們的小孩 學習動機只會越來越差 不會越來越好 因為好玩的東西 越來越多 再來 跟學校有關 我們在學校提供的知識 絕大部分跟學生的真實生活 跟他的生命無關 各位不相信嗎 我問一下各位 知道Sign Cosign 在生活中有什麼用的請舉手 有什麼用的只有一個 還不太敢舉手 只有一個 那你們發現你現在把他忘記了 你都不會覺得可惜 你們再仔細想一想 你們高中 從小學一年級背到高中12年 把他背完之後 你會發現考上大學聯考之後 你就會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忘光光 而且一點都不覺得可惜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知識跟真實的生活脫節 還有 我們在學校提供的知識 絕大部分跟真實的生命成長歷程也脫節 導致各位 在念書的時候 很快就發現 你為什麼要讀這些書 你就知道你是交換分數而已嗎 你交換完分數之後 你就會用最快無情的方式把它拋棄光光 所以我常常開玩笑講說 假設有一個學生跑來跟老師訴苦 老師我讀這些書到底要幹嘛 我讀得好痛苦喔 那老師要怎麼安慰這個學生 只能跟他講說 同學 你要搞清楚 老師也是這樣苦過來的 不然你怎麼安慰學生呢 再來 接下來跟老師有直接的關係喔 學生不喜歡學習 常常是因為老師無心造成 甚至到最後是變成最主要的元凶 為什麼呢 因為在台灣沒有一個老師 願意提供填壓式教育 但是最後卻一直提供填壓式教育 包括你們眼前的這一個 我不是一直在講話嗎 我一直在講話 各位就會失去很多的訓練 我剛講過填壓教育當然是有好處啦 他的好處就是濃縮知識 我現在只有一個半小時 我要在這一個半小時告訴各位 這二十多年我們做了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填壓嘛 讓學習的速度加快 但是很少有老師 在反省填壓教育的缺點是什麼 他嚴重破壞了學生的學習樂趣嘛 老師一直告訴他答案 第二個 請各位注意 這是學習精緻塔圖 學生等 當老師在填壓的時候 學生的學習成效太低了 你講完之後兩個禮拜以後 他會忘掉百分之九十五了 所以我常講說 為什麼台灣的補習班這麼風行 原因很簡單嘛 因為補習班也在填壓 學校也在填壓 學校填壓成效只有五 補習班只要六就可以KL學校了 他就說 台灣的對補習班的對手 學校太弱了嘛 還有 我根本不知道學生的學習狀況 我能夠判斷學生的狀況 只有看他的眼神現在是醒著還是睡著 但是他聽懂了嗎 我根本不知道 你注意看喔 當我在填壓的時候 學生到底聽懂了我不知道 可怕的事情就會來了 小考就會出現 所以我問一下在場的同學都考上大學 你高中的時候 沒有小考的請舉手 沒有任何一張考卷很少考試的 哇你是台灣的嗎 對吧齁 還有嗎剛剛有舉手台灣的嗎 你看只有兩個天堂來的 其他我就很納悶 台灣不可能沒有考卷 而且我都很希望各位把考卷疊起來 應該做一個學習檔案吧 把考卷疊起來看看 可以塞滿多高 你就知道我們花了多少時間 在考小考跟檢討考卷 這都是不健康的啦 為什麼 因為老師的學習教學成效太低 我也不知道學生到底懂了沒有 所以小考就永無止息的不斷的出現 學生檔案不是要解決這三個問題而已 我同時要利用一個優勢來創造一個更巨大的學習的改變跟能量 當老師在填壓的時候 他就會嚴重破壞了學生大量學習的機會跟能力的養成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稍微解釋一下 一個學生的閱讀速度 我講的是正常的學生而已 他的閱讀速度是老師講話的三倍 所以當老師上課閉嘴的時候 學生的知識量會變三倍 而且你不斷訓練他 他會從三倍變成五倍十倍甚至二十倍 這裡面不是只有叫老師閉嘴 他裡面有非常多的專業在裡面 等一下我會一個一個解釋 各位再想一件事情 天涯教育會訓練出學生什麼能力 忍耐力吧 第二個 定力吧 我常常開玩笑講說 學生上課的時候 上課不能走動吧 不能吃東西吧 不能滑手機吧 不能聊天吧 也不能睡著吧 你看這五個是在訓練老和尚的 但是我們都拿來我們的教育現場 來訓練我們的小孩 而且我常常講說 小學生一直到高中生 是他年輕最重要的 幼兒期跟青春期 幼兒期跟青春期最重要的是什麼 活潑好動 可是我們就把它訓練成半職務人 還有訓練同學的專注度 認真聽老師講 老師講的要抄筆記 我們再來看我們的中小學的評量 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評量給學生的工具 都是以後他不會用到的 就不斷拋棄 各位不相信嗎 大家再看一看 在小學的時候是不是有是非題 到了國中是非題是不是被淘汰 剩下單選題 到了高中是不是出現多選題 單選題是不是被淘汰一半 上了大學之後有沒有發現 絕大量變成問答題 就是我們評量給學生的工具 絕大部分是他以後使用不到 而且是他用不到的能力 各位來想一想 選擇題的缺點非常可怕 第一個 它是一個完全錯誤理解知識 吸收知識的方式 各位想人生遇到什麼樣的難題 會出現四個選項 讓我們選一個是對的嗎 會登出現五個選項 讓我們多選嗎 我告訴各位沒有選項可以選的 還有選擇題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永遠都是在佈置陷阱 我常常跟老師講一件事情 這老師就比較容易理解 你看一個老師精心出了一次斷考的題目 可能要花兩天三天甚至一個禮拜 我就問老師你出完之後你會有成就感嗎 學大部分不會啦 為什麼 因為只會把自己的險惡用心表露無意嗎 媒體選項都要精心布置 充滿三個高誘打力的選項 然後心裡面就想說 一定會有初心的學生掉入我的陷阱 到時候我就好好來責備他 你怎麼這麼不小心 這有病啊 知道吧 我常常跟老師講說 那個學生說不定 好好跟老師 我們自己想答案都不會想出 這麼險惡的答案 只有你這種險惡用心 才會出這麼險惡的答案 那再來 最大的問題來了 選擇題給學生最大的傷害就是 我們的小孩從來沒有自己找過答案 各位再想一想就知道了 為什麼 答案永遠都在顯像底下 你沒有找過答案的 所以我常常講說 台灣的學生 尤其是中小學 大學生可能也好不到哪裡去 什麼都聊 又不聊知識 然後呢 老師湊在一起 常常做了兩件事情 老師湊在一起就是罵學生 哎呀 我們好衰喔 我們班有一個惡魔 然後另外說 那算什麼 我們班有撒旦 那又比慘的喔 還有老師湊在一起 第二件事情 就是團勾 那為什麼老師會做這件事情 原因很簡單嘛 跟學生一樣 老師是孤立的個體 學生也是孤立的個體 老師要透過罵學生跟團勾 可以紓壓 各位知道了吧 其實老師的壓力也是非常的巨大 再來 選擇題對台灣小孩傷害最大的 我認為就是最後這一個 各位再想一想 有可能比較沒那種感覺 我小時候 會不會有Facebook這個選項 會不會有Google有網路 那就是說 所有未來不會發生的事情 都不會出現在選擇題裡面 選擇題都是已發生的知識 既然是已發生的知識 我們的小孩的創造力 就會在學校被破壞殆盡 因為他要記的都是已發生的知道的答案 我們來看幾道題目 這是較真的考題 各位以後如果要考老師要記起來 答案是A 你看這個佑達利多強 無獨有偶的 還有 我看到這兩道題目 我們真的一則一席一席一席一憂 我洗的是這個出題的教授 他有看到這三四年來 我們在台灣教育改革現場 引起的一個浪潮 然後難過的是他從來都沒有聽過演講 或什麼抨擊選擇題 我很想要問這個答對的考生或出題的老師 你會出這種題目 你會答對這樣的答案 你真的知道什麼是學師答嗎 你知道之後你做得出來嗎 會不會發現這兩個問題距離非常的遙遠 但是他都答對了 這就是選擇題 在臉書上就有一個 我的朋友就出了一道很堅設 模仿這道題目 出了一個很堅設的口底 下列 合者是釋迦摩尼佛的本名 西達多西達少西達剛剛好